四公车一道站 后车民众赶着上车 这里是基隆市公车总站 许多路线公车都从这里上下客机发车 不过2月起 包括往中山区的三字头路线 往软软区的六字头路线 及往七路区的四字头路线 将取消停靠公车总站及城隍庙站 改为到基隆火车站南站广场前发车 并改走孝氏路 约本京孝氏路上国道一号的国王科运 也改由中一路右转中山一路 回转上西岸高架道路 再衔接国道一号 第一个阶段我们先把公车的部分 有部分三四六这些路线 像中山七堵 还有暖暖的部分 我们会调整到这部分来 未来长期的部分 也就是固定在这个地方 在这边的话有那个好处 就是市民从火车站一出来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搭公车 不用像现在我还要传越马路 还要过天桥到公车总站 所以未来三四六的部分的话 可以在这边搭乘 那其他的一二五的部分的话 还是维持在现在的阳明旁边去搭乘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配合这个第一阶段的话 那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国光 我们在走的时候 那在中二路的部分的话 它的路幅是不够宽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会调整 那国光的话 它就会走中一路 然后到中山一路 回转上那个西岸高架 那进入高速公路 那这部分的话 对市民的乘车来讲 是完全没有影响 会进行施工车及 国防科运路线调整 主要是为了配合 即将在农历年后 进行的国门广场工程 包括基隆火车站前的 圆环与人行天桥都将拆除 中一路人行道环境 也将一并改善 圆环这部分的话 其实牵涉到公车总站 还有相关的国道客运的部分 那为了配合我们年后 那相关的国门广场 就开始要陆续要施工 那天桥也准备要拆除 那我们除了国门广场 要开始要陆续要动工以外 那中一路的人行道的改善工程 也是要开始要施工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相关的动线都要做调整 目前基隆火车站南战广场前 正在兴建新市长廊后车亭 希望提供民众舒适的转程 及后车环境 也迎接基隆市中心区 数十年来最天翻地覆的转变 记者张启辰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